300.投資理財 南方航空雙半年營利或創新高 2015年7月13日投資理財030A 古攻略國雪非洲民廷業務 南方航空 湖 六十萬零二十九總部 設於廣州 央企背景 與中國航空集團公司和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 合稱中國三大航空集團 擁有內地最大規模的航機數量 賣點 一、二季度紐規為營花期發表報告指 由於運載量持續強勁增長 預期中之航空股上半年業績再次帶來上行驚喜 受惠於沒有價格的效果及中國航空客運需求 隨而趕繳由旺季到內的持續增長 該行估計 調南航上半年營利或創歷史新高 順利或可達34至37億元 而公司去年上半年虧損10.1億元 全年順利僅17億元 二、國際發展略續推進本年到1月至5月 南航國際航走運需求和運力增速明顯 上半年國際航車客數量及 R.P.K.增速分別為35.4%及33.3% 遠高於境內航足結骨 W.福 公司自今年年中開啟多條國際航護 A. 輕業證券認為 這將成為公司未來客運數量的突破點 同時 該機構認為 行業需求改善下 南航依舊是三大航空公司中業職談性最大的 可趁近期大幅回調後級納 據彭博綜合勸箱 公司2016年預測E.P.S.及營收增速分別為14.4%及11.7% 今年預測為13倍 低於同業東航 、春秋航空 及國航 、 六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一 、二十二倍 同期估值水平 長江靜猿、中金、國泰軍安宇買入評級 有興趣的戰友可於十元樓上買入 先夢十二點五元、八點五元之四